这个绝佳的温存一刻 叫我如何可以放过 一闪身 左手扣在西腰处 胶躯已经落入怀中 右手托着小脑袋 低头吻着那双让人沉迷的红唇 温润而柔软的触感 在四唇接触的瞬间 美眸慌忙睁大 发现永稳自己的人是我之后 慌张的神色一闪而过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柔情 幸福的笑意自眼底生疼 逐渐蔓延到整个小脸 全情投入到温情一刻 相拥之前 满脑都是一起过女儿节的甜蜜画面 所以此次拥吻历史有些久 怀中的小脑袋靠在怀里缓了许久 气息才逐渐沉稳 小白慢慢抬头看着我 眼神中的蜜蜜还没有退却 声音依然嘶哑 低声问 帝君 你是何时来了 低头看着这张绝美的脸庞 轻声问 卫夫方才听到有人在学卫夫说话 小脑袋正了正 毛子中的迷离少了几分 刚刚恢复白皙的小脸再次浮现红韵 随即眉头入我怀中 低声问 你都听到了 低头抵着他光滑的额尖 柔声说 恩 卫夫不仅听到 还看到 抬眸看着我 慌张地问 你还看到什么 挑眉看着他 一脸梗戒地说 夫人在穿为夫的衣裳 话音刚下 小白低头看着自己身上的衣裳 然后抬头看着我 尴尬地笑了笑 看着窘迫的小白 逗他问 夫人你这是 小白俏皮地眨了眨眼 说 帝君穿这身衣裳 显得俊朗非凡 我就是想知道 我穿了会怎样 只是试了试罢了 低头看着这张绝美的小脸 清了清光滑的鼻尖 问 那夫人可又释出什么心得 小脑袋左右晃动了一下 皱了皱眉 失望地说 帝君的衣裳太大了 我穿不下 说完 撇了撇嘴 一副嫌弃的模样 看着那清澈的眸子 柔声问 那夫人要不要 是一下为夫 小白惊住了 一愣愣地看着我 小脸呼得羞红起来 见小白不说话 又引诱他说 为夫绝对能让夫人满意 黑漆漆的眼睛一闪一闪 如夜空中的星辰 扬眉看着我 笑着问 帝君 若你想要我是你 除非 低头看着嘴角 那么狡黠的笑意 心中了然 小白又动小心思 低声问 夫人 想要为夫做什么 嘴角弯弯 浅浅一笑 悦耳的声音响起 除非 帝君也是穿我的衣裳 顽皮的小白 转念一想 好久没有看到 小白如今夜这般开怀 而且还可以借此机会 想到这里 低声笑了笑 点头阴影了小白 小白从我怀里正脱出来 从一侧的衣架 上取来了自己的衣衫 笑意满意地看着我 说 帝君 衣裳已经备好 小白玩心重 陪小白玩下去 双手平肩伸直 眨了眨眼 看了看自己的身子 挑眉看着小白 给小白使了一个眼色 示意她为自己更衣 小白正了正 似乎并没有预料到 我会提出这个要求 见她不说话 还处在那里 便念的一声 催促小白快些 小白看了看 自己手中的硬红色肚兜 和素色上衣 又看了看我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便将手上的衣衫 放回原来的位置 走到我身后 缓缓伸手为我解开香鱼腰带 随手将腰带悬于衣架上 小白慢悠悠地站我跟前 伸出两只小手 生硬地为我解开领口 而后伸出右手 轻轻地为我脱去左侧衣袖 而后再到右侧衣袖 将上衣整齐地悬于衣架上 小白抬头看了看我 小脸一阵飞红 右手伸出来 迟疑地牵起衣襟左侧的衣袋 停顿了片刻后 小手一用力 原本寄警衣结被拉开 贴身衣物本就按照小白的意见 改了云筹 材质柔软丝滑 寄警的衣袋一旦解开 顺着小白的扯胎的力度 内衣瞬间滑落地上 上身一阵凉意袭来 低头看着小白 发现他明显被眼前的荧幕锁金柱 凝神摒弃 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上身 看着小白美眸转动 目光似乎自侯杰到锁骨 胸膛到小腹到丹田 自上而下的缓慢移动 而后又自下而上从丹田到小腹 胸膛到锁骨 再到侯杰再游离一遍 隐约听到吞了一口唾毛的声音 而后朱唇微起 露出洁白背齿 却良久未闻一声 见小白不说话 小脸红彤彤 逗他说 夫人 可要连为夫的下场也要解开 说着 便伸手准备将下场也吞去 阿小白尖叫一声 慌忙地抬头看着我 大呼 不必 见我手已经在行动 随即手忙脚乱地伸手一把 抓着我两只手 看了我一眼后 马上别过头去 看着眼前有贼心没贼胆的小白 不禁低声笑了起来 听到我的笑声后 小白扭头看着我 小脸一阵轻一阵红 随即从旁边的架子上 抽来那间赤色肚兜 在我眼前晃了晃 辽伯我说 帝君穿上这件单色的肚兜 绝对惊艳全场 画笔 嘴角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 看着这件红色的肚兜 皱了皱眉 问小白 夫人 这个要如何穿呢 卫夫没有这方面的惊艳 小白眉开眼下 手一收 将肚兜展露在我们之间 指着戴丝带的一侧 告诉我 这一侧是穿进脖子 则两根丝带是细在身后的 说着 又指着两侧的丝带 我点了点头 正在迟疑 小白已经垫高自己小脚 将手中的肚兜举得高高 套入我的颈内 随后又走到我的身后 轻轻地系紧丝带 小白站在身后 看着水镜中的我 小身板笑得一颤一颤 看着水镜的自己 套着小小红色的肚兜 只能勉强裹着部分的胸膛 小腹置于丹田部分 基本上是落 露的 这画面有点像是扇财童子 只是扇财童子的肚兜 比起自己的身上的肚兜要合身 而自己这一身肚兜太小了 哎 这真的有这么好笑吗 为什么小白可以因此而笑得 上气不接下气 但我并没有考究这个问题 因为注意力已经被水镜中的 小白所有吸引 小白双手插腰 有气无力地弯着身子 那套宽松的衣裳再次下滑 又因笑意而上身剧烈的起伏 衣裳根本无法掩盖胶躯的玲珑曲线 上身副 合着起伏的节奏而上下晃动 若隐若现 惹人迷醉 还在欣赏 耳边传来小白断断续续的声音 不行了 让我缓缓 话音刚落 光滑的脸颊贴着我的右手手臂 与此同时 身后的相肩附在自己右手手臂 赤裸的手臂马上被一阵 赤热和柔软所营绕 让人浑身为之一阵 视觉上的享受 对比起触觉上的冲击相比 后者震撼力更强大 侧头细看附在手臂上的小白 她正仰头看着自己 这个俯瞰的角度 将套着宽松衣裳的小白一览无余 漆黑的绣发将小脸映衬得更加白皙 平滑的额尖的凤雨花印记 被屋顶的明灯罩得更加妖艳 戴眉弯弯 明眸闪闪 秀气高挺的鼻子掩盖了小嘴和下巴 衣裳的滑落又将视觉冲击引领到新高度 白色的上衣同小白肌肤不相上下 如果不是上衣有一条紫绸相边 根本无法辨认出肌肤和上衣 浑然成一体 一片雪白之中恰有两朵梅花 随着小白笑意一颤一颤 如冬日随风摇曳的梅花 伴随刚刚出狱后分香 让人迷醉 使人沉沦被热切的目光所注视 小白护得将目光从自己身上转移到水镜上 随即美眸染上羞涩和惊慌 小脸瞬间浮现烟红一片 慌忙伸出右手拽紧上衣的领口 转身就想要逃离 又想要点了火就要丢下我 伸手拉着小白的左手 往自己身上轻轻一拉 阿小白惊呼一声 右手连忙松开拽紧领口 转而紧紧地扣在我的脖梗 宽松地衣裳因为没有小手的束缚 下一刻已经从另外一侧滑落 眼前阴影一闪 胶躯扎扎实实落入怀中 与此同时映入眼帘还有一片雪白 分不清是上衣还是肌肤 最惹人注目的是那腕白从中一点红 粉嫩粉嫩 如冬日挨白雪中一朵 含苞带放的圆圆的梅花花蕾 从水镜中里看到春光无限的一对比人 这样的画面 比起单纯看到小白更具震撼力 不由自主地吞了一口唾沫 平日同小白温存 我们都只是关注对方 从未如今夜这样可要从水镜中看到自己 关注自己在这个美妙的交流中的反应是如何 那种如梦如幻的空灵之感 自己表现如何 小白似乎发现了自己的异样 扭头看着水镜中惊艳的一幕 扣在脖梗处的小手衣用力 胶躯直接紧靠在我怀里 因为惊慌 用力过猛 感觉小白在怀里上下晃动好几下才停下 最后留在脑海中的记忆指上下 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触感 视觉冲击再次切换雷触觉享受 小脑袋扬起 红扑扑的小脸 眉心微醋 惊慌地看着水镜中的一对相拥的身影 随即羞涩地垂下眼帘 又移了一身形 想要以我的身体掩盖自己的视线 低头前吻光洁 眉心纳朵艳丽的凤雨花印记 而后慢慢下一道鼻梁 榴莲到鼻尖 灼住温热的唇瓣 气息逐渐稳乱 灵台不清醒的小白最容易被撩拨 低声唤富人 耳边传来一声低沉的声音 分辨不出是胶音 还是回应方才的呼唤 一边缓缓转身 一边揉声问 镜中惊艳的女子可是富人 随着自己的声音 小白侧头看着水镜 诺大的落地水镜呈现出一对缠绵身躯 阴染了柔情而泛红于耳边 传来小白错了的声音 好美 但回应小白后 一边注视水镜中那双迷离的毛子 一边侧头轻轻舔身嫩滑红的 有些发烫的耳垂 啊 帝君 太快了 紧接着所有的话语 被一阵急促的呼吸打断 无意识地尼能代替了所有的话语 剧烈的呼吸变得散乱的喘气 忘却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紧紧地握紧两只小手 亢奋地呼唤小白 在灵台最后一丝清明消磨殆尽之际 尽情地投入到这场爱的盛宴 五月初四的清晨是被一只小手 索轻轻斧弄唤醒 耳边传来甜美的声音 帝君 你再不起来 早朝就要开始了 睁大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那张轻力的脸庞 洋溢着幸福的笑意 猛地响起昨晚 小白套着那套宽松的上衣 凹凸有致的身躯 热烈的拥吻 激情地重叠在一起 到最后两只小手紧紧拽折自己手臂 腰肢激烈地蠕动 声音嘶哑的低音一声后 软绵绵地贪腐在汤泉巨大水 进出朦胧的昏睡过去 在小白昏睡后 片刻才结束了那段美妙之旅 低头吻了吻光滑的脸颊 能量满满地起来开始行李以添 正要向灵霄宝殿走去 迎面遇到从外回来的仲林 丛林攻进行李 帝君 看了形色匆匆的仲林 低声问何事如何慌张 崇林环顾一周 确定没有可疑人后 凑到我耳边 细声禀告 帝君 昨夜仲林已经挑选15名得利神军 前往魔族支援续养魔军 同时派往下界各族的神军 今日卯失已经离开太成功 方才仲林已经向各宫传达帝君命令 即日起 天宫巡逻会加强 如今正要回太成功向帝君赴命 崇林做事果然稳妥 昨夜交代知识已经悉数完成 看着仲林 赞许地点了点头 示意他先去休息一下 灵霄宝殿上 仲仙家对于渺落知识 并无任何建设性的提议 而早朝的重点只是聚焦在 最近困扰哥布格斯的事件上 渐留在早会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不若回去通小白温习婚宴礼制 就离开了灵霄宝殿 往太成功走去 才走了几步 身后传来连颂的声音 帝君 回头发现连颂正快步走来 今月的连颂跟平日有些不同 看上去神采飞扬 究竟什么事 让连颂变化那么大呢 交优优独猎 竟然采飞扬